兄弟們今天呢我們將測試三款不同喜好的油罐車 分別在拆遷模擬器、車禍模擬器、樂高模擬器中 用各種方式摧毀他們 看一下哪個遊戲的油罐車最不容易被損毀 首先我們先請出拆遷模擬器的油罐車 我們在前方呢放上了一個將近20米深的深坑 我們現在要將油罐車的往下開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面的這輛油罐車到達底部呢 會不會只剩下碎片了 它在掉的第一層當中呢就引爆了 最後面呢果然呢只剩下車頭這邊的一個底盤了 其他車身這邊呢基本上我們全部看不到了 好來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車禍模擬器的這輛油罐車 這輛油罐車呢現在以最快的時速呢往前開 然後它的時速呢只能達到最快的60公里啊 然後前面呢也是同樣的有一個大斜坡 它要往下開啊 這個斜坡深度呢大概是有將近15米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飛越 它的車頭呢直接撞到了這個陸地啊 然後由於它的車身重量呢導致整輛車型變形企劃了 這就是我們拆遷模擬器的油罐車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樂高模擬器的油罐車 我覺得以我對這款遊戲的了解呢 它第一次的撞擊啊就很有可能成碎片了 我們來看一下 欸飛越過去了 哇它直接撞到了深根的牆壁啊 好吧這次的撞擊非常的猛力啊 然後它的這個損毀程度呢不亞於拆遷模擬器 但是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我覺得樂高模擬器這次的撞擊呢還是非常強的 啊因為呢它第一次就引爆了 所以呢它的這個摧毀力呢是目前三輛當中呢 摧毀力最強的一輛 好的接下來呢我們要用我們的油罐車呢 去衝撞前面的牆壁啊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拆遷模擬器的油罐車 好的欸 這一次的撞擊哇 它跟我們剛才樂高一樣啊 直接引爆然後變成碎片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車輪模擬器的表現 我估計車輪模擬器呢它會直接壓縮成一團啊 啊因為它的這個模擬器還是更逼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時速呢還是只能達到50公里 它的速度雖然不快 但是這個撞擊力應該很強的 哇看到沒有 壓縮起來了 但是沒有我們想像壓縮的這麼扁啊 畢竟它的速度不夠快 然後但是它最後面的油罐呢是基本上被炸沒了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樂高模擬器的表現 現在樂高模擬器呢它的時速會更快點 它已經達到了80公里90公里哇 好吧這一次呢撞擊呢車頭沒掉了 然後油箱這邊呢我看了一下 剛剛撞擊的一張呢油箱還在啊 不過由於車頭這邊的撞擊力太強了 所以導致爆炸的一瞬間呢油箱這邊呢也被帶動引爆了 接下來呢我們是在前方方張了一顆地雷啊 我們這一次開上的是拆散模擬器的這個油罐車 我們來看一下 哇哎呀 這台油罐車呢每一次的這個摧毀力呢都是特別強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車禍模擬器 哎這一次下坡以後呢 這個車禍模擬器它的時速呢 已經達到了驚人的70多公里80公里啊 哇看來下坡給它帶來的冠軍呢還是特別足的 好那它的現在速度很快 哎唷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 哇看到沒有 它車頭呢是硬身的被炸霉了 然後它的油罐呢是被炸出了一個大窟窿啊 啊這裡面的油呢全部跑出來了 現在還在往前滑心啊 哇這一次的威力呢是目前為止 它受到了最強的一次的這個爆炸威力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勒高模擬器的表現啊 我們現在呢將車子的時速達到了100公里啊 這一次的速度特別的快 我們來看一下 哇不會吧 這一次的爆炸威力的直接將車子分解成了5000塊的這個小碎片啊 然後它的這個威力呢目前為止跟這個拆架模擬器的威力呢 但是基本上是一樣的啊也是特別的慘 好的接下來呢我們要將我們的油罐車呢從高樓上開下 這是拆架模擬器的油罐車 哎他在撞擊第一棟樓的時候呢就剩下車子的底盤了 不過這次還好啊他最近嘛前車子的底盤呢還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子模擬器的表現 車子模擬器我估計呢會被壓扁吧 因為這麼高的高度喔 他的這個速度跟重量呢可以加速衝起來 但是他第一下呢是先摔到了油箱油箱引爆了導致車到這邊找火了 還好啊他沒有我想的那樣是直接被壓扁啊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樂高模擬器的表現 哎怎麼在往前開的時候呢車子在空中轉體了兩圈半啊 最後面摔到了另外一棟樓這邊然後爆炸粉碎了 這跟我預想的一樣啊 看來今天樂高模擬器的這個車子的防禦力呢 其實是目前三輛車當中的最弱的一輛 好的接下來這輪的車子呢我們要將我們的車子呢往前開 來看一下到底哪一輛油貫車呢他的飛距離最遠啊 好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拆遷模擬器這一次的跳躍 飛距離還是可以的喔 最後面到達了距離呢滑行到400米左右 這個位置啊非常的不錯啊 啊還是可以的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車貨模擬器的表現啊 前面我們知道呢這一輛油貫車如果在平路上跑呢 他只能跑到50公里 但是如果下坡有慣性的話他最少可以達到八九十公里啊 好的這次的速度呢已經提到了90公里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一次的跳躍 喔往前飛了 欸看起來他最後面停下是到300米的位置停下了 但是呢他還在往前滑行啊 繼續往前走往前走 喔他最後面停下的位置呢大概是1000米的位置啊 非常的不錯 那麼他的慣性加速度呢比前面的那個拆遷模擬器還要遠啊 好了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樂高模擬器的這輛油貫車 我們在前面呢放上了一個跳台 欸好的車頭已經沒了 非常的完美啊 瞬間 最後面一下 好了跟我預想的一樣 他只跳了500米然後最後面引爆了 所以今天我覺得防禦力最差的應該就是我們樂高模擬器的這個車子了 然後最強的應該是車禍模擬器 好啦本期的遊戲結束呢到此結束 我是超帝家希望我的解說記得點讚加關注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